我们在那个财化佛法里面学习到说 本性开启以后能够接收到巨大的能量 然后弟子最近思考了很久 然后也是研究了很久 也不太得药理 那是否能够开始一大 这个我在就是在开启本性的过程中 有什么俗路法的地方 然后有时候道理理卖了 还是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也在一样 能开始一大 学佛拜佛礼佛都是要真正的懂佛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佛在想什么 不懂得佛在做什么 这个人就学不好佛 这是第一个 那么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懂佛 为了真正的学了就要用 如果你今天学的佛不能用在生活当中 那你这个佛你学的有什么用 你今天读书读了以后不能用 那你这个书白读了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嗯 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呢 学佛的人呢 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菩萨在想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你如果知道菩萨在想什么 你一定会想什么 那你这样就跟菩萨就合而为一了 对 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一听就知道了 你说一滴水 对不对啊 是一吧 那么一缸水是不是一啊 那么一加一等于多少啊 一加一等于一啊 因为你的一滴水 加上菩萨的法水 加在一起 你就变成了一了 和菩萨合二为一了 对不对啊 嗯 怎么会分呢 所以你的智慧 只要和菩萨的智慧合在一起 你不就拥有了菩萨的智慧了吗 所以你今天学佛 你想一想 做一件事情 哎呀 如果这件事情 这个人害我了 菩萨是怎么做的呢 菩萨一定原谅他 那你就照着菩萨去做 原谅了他 那这件事情不就没有了吗 如果你照着魔心的去做 我一定要报复他 那你去报复了他了 接下来他又报复你的呀 那你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对不对啊 嗯 那你学佛不就是学菩萨的海量吗 啊 人辱精进吗 啊宽大慈悲吗 你经常能原谅人家 你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灾难呢 很多人就争斗争斗到最后 人家恨念起得太厉害 人家杀念就起来 最后你家不就遭难了吗 很多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打官司打官司打到最后啊 你看报纸上还少啊 官司打赢了 他找几个流氓把他腿砍了 那你说你值得值得不值得啊 谁来保护你啊 对不对啊 你什么事情都用菩萨的思维来思考 那你怎么会错呢 所以学佛的要领就是 想到懂得看到菩萨是怎么在做 菩萨就是慈悲众神 那你一定不会惹麻烦的 一个人有慈悲心的人 怎么会有麻烦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慈悲心啊 你才给自己找麻烦的 恨人家了 没有慈悲心了 嫉妒人家没有慈悲心了 去动坏脑筋了 那没有慈悲心了 那你当然会受苦 还听不懂啊 就说我们要去把自己那些 被一路成说染着的外星去除以后 才能变到自己的肥心了 对啊 也就是你现在学的都是理论的东西啊 现在台长现在教你 真正实践的东西 你又不听 你现在拼命的去追求理论的东西 有什么用啊 理论忙了半天 还是要懂得实践中来啊 你知道真正的成佛 还是靠实践的 为什么台长用白化佛法跟你们讲啊 因为很多人拥有着佛的知识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到人间去啊 嘴巴里念经念得很好 跑到家里随口就骂 这种人能修得好心吗 明白了吗 如果台长只要跟他讲 你所有的行为都要想一想菩萨 刚要骂人的时候 想菩萨会骂吗 不会的 那不骂了 菩萨会这么做坏事吗 不做的 那我不做 菩萨捡到钱会还给人家吗 会还的 你不就把钱还给人家了吗 听得懂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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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